整整八个箱子 出啥就用啥好吧 如果不知道出啥的话 就参考我身上这套吧 接下来就拜托了 还行 不亏 普通的头不好 一套独眼学棋了 不亏 怎么这个赛季的箱子都没有钢铁针线的呀 貌似一个都没出过 身上这件还是打人掉的 那房就开完了 看枪吧 这个虽然便宜 但我喜欢 这个不好 这不一样的吗 这波箱子开的可以说啥也不是啊 四个武器箱 三码不堪重用的 也就M4还能拍上用场 防具则没悬念 当然是独眼蛇 我也听粉丝说了 很多人都没开到过钢铁针线 这游戏在整什么火 哼 这装备很强啊 可以说非常强 强什么呢 这位置我一听就懂 一定是老六在遛人 给他来个六中六 只有这样才过眼 就在那边 让我找找 找到了 拿下 这叫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啥也没掉吗 被他打的人哪去了 不会还没凉吧 我也不知道啊 箱子是被开了 算了 走人吧 早点进辐射区多打几个 毕竟今天装备这么强 等等 情况 还有这种好事 刚才还担心进去会被溜 现在看来不仅不会 我还能反溜一波 该出来舔包了吧 拿来吧你 都是我的 两个盒子 不可能没收获吧 或许有枪 啥呀这是 开什么玩笑呢 这是 今天脸不太白呀 很多粉丝肯定知道了 艾姆斯可是我的幸运之枪啊 用它就没有不赚翻的时候 不然四把枪 我为啥果断选它 当然艾姆斯也挺厉害的 这么穷呢 不对呀 难道幸运将被改写啊 艾姆斯沦为到艾姆之枪 粗大事了 连个红的都没有 武器杀也凉了 另一个也凉了 我真谢谢了 给个蓝图 家人们谁懂啊 终于来人了 还以为单机了呢 我直接就冲上来 不过人呢 玩消失啊 这是个老六啊 全开完它 一个不给它留 从现在开始要加倍小心了 再没在房梁上啊 我可是被遛过 呀 这就叫不明所以 一鸣惊人 金条都没有一根 金砖先来了 三个武器箱全凉透了呀 竟然又出块金砖 我就说嘛 艾姆斯没啃过我 两块金砖就一百万 那得五根金条才行啊 嗨 又响了 它忍不住又回来了 什么操作 会不会当老六啊 没耐心怎么行啊 都被我知道在哪了还怎么溜啊 一不小心还得反背六 你说难受不难受 嗨 难受不难受 不过这把打人没什么收获哈 一个看得上眼的都没有 留给我的箱子不多了 真就没别人了吗 刚说完 来的可够巧的 那就不能怪我了 这不打的还等啥呢 找我呢 我在这儿 搞定 刚来就凉了 真是个悲剧 早知如此 给它一根金条 它都不会来 这人穿的好像是个六甲吧 今天好装备都跟我无缘 我也不计较 现在已经花不完了 要破六百万的节奏 就差一点点呀 它要是根金条就破了 那也很肥 返回返回 最后当然也是成功撤离 本局收益五百一十万 不知道到底攒多少存款 才能拥有一仓库金枪 反正我是没戏了 天天整合都不够花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 拜拜